全台闹大客车司机荒 新竹客运考量整体营运 将在年底营运期满之后 全面退出桃园 市议员谢美英担心影响民众权益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 明年1月起会有亚通客运无缝接轨服务 也会维持市民卡等乘车优惠 疫情过后 全台面临大客车司机荒的问题 新竹客运因为整体营运策略考量 将在今年底营运期满后 全面退出桃园 市议员谢美英担心新竹客运营运的 19条路线当中 有12条路线会影响到中立地区民众 希望缩解新旧业者交接的磨合期 提升稳定性 减少民众等候乘车的不便 包括到你在这条路线上的服务方式 譬如说可能行驶速度要慢一点 或者你在等候或是开车 开门关门的那个时间 你要特别注意 之前你是有发生过长辈 才一脚跨下来 人都还没完整的离地 公车就死地 结果长辈就因此摔伤了 所以希望这类型的遗憾事件 不要再发生了 台湾市交通局表示 避免影响民众乘车权益 经公开征求后 明年元旦起 将亚通客运无缝接轨服务19条路线 也会保留同情月票及市民卡的乘车优惠 这部分呢 我们已经有亚通客运经过审议会通过筹设 那也会在新竹客运退场的时候无缝接轨 在1月1号正式营运 让民众无痛接轨 不会影响到民众 新竹客运退场后将由亚通客运承接相关路线 为了减少转换期间对民众的冲击 亚通客运会参考新竹客运既有的营运班次行驶路线 停靠车站等进行规划 以改变最小的方式接替营运 让19条公车路线服务不中断 解决转换期间造成的影响